联邦直较区部长卡丽沙默宣布 从明年1月1号起 吉隆坡市政厅将会严格执法 取缔没有在凌晨1点钟打烊的娱乐场所 同时会重新检讨或准营业到凌晨5点的 所有娱乐场所的准证 卡丽沙默今天在国会走廊召开记者会 表明吉隆坡大多数娱乐场所申请的营业执照 规定只能营业到凌晨1点 但基于执法单位长时间对这种违规行为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以致业者忽略这项规定超时营业 我们必须拥有很多批评 因为有很多疾病和声音 所以最重要的是 所有娱乐场所提供到1点钟 部长指出部分专门招待外国游客的娱乐场所 会申请特别营业执照 可以做生意到凌晨5点 但一些招待本地公民的夜店 却浑水摸于申请这项特别执照 为此吉隆坡市政厅明年1月1号起 将严格执法 同时也会研究和检讨 所有发放的特别营业执照 马新社新闻台张亦柔采访报道